鹿角爵的室内种植方式 鹿角爵是一种常见的室内盆栽植物 以下是鹿角爵的室内种植方式 选择适当的盆栽 鹿角爵生长快 因此选择一个深度和宽度多足够的盆栽是很重要的 盆栽的材质可以选择陶瓷或副料 但需要保证有良好的排水孔 前充土壤 选择一种松软排水性良好的土壤 例如泥产土、辅业土和珍珠岩等 也可以添加少量沙子和腐蜀堆肥 以增加土壤的松散度和养分含量 选择阴凉潮湿的环境 鹿角爵喜欢潮湿的环境 最好放在室内湿度高的地方 例如日式或厨房 鹿角爵喜欢避免强光直射 因此可以放在阴凉的位置 例如窗户阴影下或室内灯光照射下 适当的交匪 鹿角爵需要保持潮湿 但不能太湿 建议每周交匪一次 保持土壤湿润即可 但要注意不要过度交匪 以免造成根部腐烂 吃肥 鹿角爵生长期间需要适当的养分供应 每隔一个月种入食一次肥料 便宜使用液体肥料 并按照包装风鸣的指引使用 剪裁 鹿角爵可以长得很长 因此需要定期剪裁 以保持美观和健康 建议在春季进行剪裁 剪去枯萎和不健康的部分即可 总体而言 鹿角爵是一种容易养护的室内盆栽植物 只要提供适当的环境和养分 就可以长得茂盛健康 遇到